陈冠希 那些年一夜走红,之后小时代系列票房大卖,成为娱乐圈的当红炸子鸡,一时之间人气无人能敌,然而2014年他却作死吸毒被迫暂退娱乐圈,如今虽然已经复出,但再难恢复昔日的辉煌,文章2014年,文章背着运气马伊丽劈腿摇敌被曝光,好男人形象荡然无存,电影被抵制,录制的综艺节目镜头被剪, 历经两年,他演了电视剧,也指导了新电影,虽然跟马伊丽和好,但仍然不被大众接受,黄海波,2014年,黄海波因因嫖娼被抓,一夜之间好男人形象画面,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,但黄海波依然没能顺利付出,姚迪,2014年,因为跟有傅之夫文章出轨,导致姚迪声名大跌,两年多过去, 他仍然没能获得大众的谅解,虽然有作品面试,但没有买他的账,一生就因为爱错了一个人而彻底毁了,陈浩民当年的翩翩家公子段玉是多么正直傲骨, 但是后来陈浩民被爆出非礼19岁女性陈佳环,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,在记者发布会上,陈浩民痛哭流涕,不知是真的后悔还是博取同行,幸亏他娶了一位大度的妻子,这样也愿意原谅他,但是陈浩民的名声算是毁了, 毕浦,见毕夫剑被封杀的起因,源于2015年4月6日,开始在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, 一席好友A坐在饭桌前,毕夫剑唱起了经典样板戏,智取微虎山选段,每唱一句,都要加一句戏谑性的评论, 其中还涉及到对已故领袖的大不敬,如果视频的主角是普通人,这是根本算不上新闻,在私人场合开一些政治玩笑,听者通常是一笑置之,无人当真,可作为国家级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,台前幕后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,都关系到中国头号媒体的形象,即使是玩笑,也演变成了重大事。